铁板上倒入特条蛋液 压扁之后趁热卷起 手工蛋卷出炉 一根根装带封口 春节到了民众上门 买蛋卷的需求量大增 而且现在可以说是买到转到 我两年前的鸡蛋竞价 那时候记得是58块 那两年后现在一公斤 我今天的竞价就95块 那其实我们就得硬撑啊 业者叫苦连天 每做一碗蛋卷面糊 至少要放两公斤的蛋 蛋价飙涨之下 高雄这家蛋卷业者 为了坚持品质比例不能改 只能把成本吞下去 暂时不调长 而在古山杜伦站 经营约60年的鸡蛋酥 面团里包上咸甜不同口味 多年不长的铜板 美食价也撑不住了 有啊 我有鸡蛋 保 大量鸡蛋放入面糊里 是面团炸的酥酥脆脆 脆脆 软香甜的关键 但面临春节鸡蛋荒只好调整价格 而在骑山老街 知名韩国鸡蛋糕业者 撒上起司加入一颗全蛋 原料下重本 过年期间的零食跟小吃 业者们就怕缺蛋缺的荒早早做准备 但天气温差大又有禽流感 业者先咬牙撑住 就怕年后抵挡不住 价格恐怕还是会调涨 马达新闻最好报道 18位玩八方锁定八大名声新闻 记得按订阅开启小铃铛哦